大政治 大包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觀眾朋友 午安 我是周玉琴 大家好 我是王榮正 立法委員黃國昌 他是不斷在自表嗎 既之前 同仲宴自誇 了不起負責之後 黃國昌也在臉書上面 為自己按讚 而且還自己留言 給自己黃國昌加油 立法委員黃國昌說 黃國昌加油 沒錯 網友就忍不住大大的酸他了 那麼當然外界現在都等著看 黃國昌是不是 他即將要成為 我們史上第一位修法 把自己罷免掉的立法委員 你是自表嗎 的確 好 綠營的立委你看 不只是黃國昌很荒謬 現在還有人提議了 說綠獵蜥這東西太多了 不妨拿來吃 所以以後什麼東西過剩 都是吃就對了 以後我們真的不能再 笑大陸野蠻了吧 說到了大陸 大陸在十九大之後 習領導地位鞏固 那麼下個月他要見川普 是不是真的可能簽第四公報 今天我們好好討論 簽第四公報代表什麼 代表是不是 自己第一 第二 第三之後 我們台灣的國際空間 自我發展能力 會在大陸跟美方的 共同意志默契之下 讓台灣未來會更難走出去 這個今天要好好討論一下 還有講到綠獵蜻蠻好笑的 之前不是香蕉太多嗎 賴清德說沒關係 一人一天吃一根 蘇嘉賢加碼說一根太少 一人一天吃五根 然後現在說綠獵蜥太多 民進黨立委說拿來吃 網友就哭手說 你們這些 照他們的邏輯 沒用的 然後有害的 太多的都要吃掉 民進黨的官員跟立委 官員全部不必吃掉 對不對 來 這是梅田 謝安兵 紫晨好 大家好 五羅清靈媽的方式尚 Scicl ej 大家好 還有國民黨 國會辦公室助理 黃似哲 聽 Mao 觀眾朋友大家好 霸昌大將 毛嘉 muchís 紫晨好 大家好 我就是那個網友 國昌在加油 譚詩成 疫情又在 Someone 好 我們首先來講一下 這個黃國昌 到底是怎麼回事 最近大概是危機感太重 自己為自己加油 還真是正面積極 也要被吃掉 因為太多又沒用 是 因為我覺得 我們這位國昌老師 實在是大概開始 終於有一點點很擔心了 因為他之前還滿囂張的 覺得說你們罷免 你們反正不會成案 很多網友都幫他講 根本不可能 不可能會成案 你們投不到這個票的 然後結果現在人家連署 真的達到門檻了 他好像開始緊張了 居然開始開記者會了 然後還要呼籲大家 讓他再贏一次 我不知道你要再贏一次什麼 你要再愛台灣一次 他已經夠贏了 我不知道 但是我必須說 有的時候難免 每一個真正的務動員忙 你會找人幫自己 處理臉書這些東西 是難免的 可是錯了就是錯了 我覺得有時候什麼好拗的 對 童仲彥是了不起 負責 對 那你是什麼 你真的更了不起 因為你完全不負責 你按錯了 你要推給你的小編 說小編按錯了 我原諒他 拜託好不好 你好歹是個大立委 就算真的是你的小編按錯了 你有必要出來講這句話 錯就錯了 你這個就好像 部隊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長官說都是這個兵犯錯了 但是我不苛責他 我不怪他 對 是這個意思 你當部隊長就是這種人嗎 這就是你作為人家長官 作為一個立委負責任 那種態度嗎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真的是這樣的人 我非常建議 童仲彥也加入時代力量 我覺得你們真的一秋之合 真的是大家混在一起就好 因為我覺得 黃鴻昌現在為什麼開始急 他以前一直覺得說 這個不可能會沉案了 現在終於他發覺有沉案 而且他發覺反撥力量非常大 然後開始會影響到他了 他開始要擔心了 因為他之前全部都在作秀 他根本沒有真正去做誰的實事 然後大家看起來 好像他在立法院 有針對某一些議案 他有在打 可是如果你仔細去注意的話 其實那中間 是有一些特殊利益關係的 你仔細去看就知道 大家千萬不要隨便被他騙 不管怎麼樣 他現在發覺 只靠網路這些鄉民去挺 你是不夠了 所以他開完紀等位之後 趕快一下挺說 萬里蟹好好吃 一下要去做魚丸了 但是我必須說國昌老師 你一挺萬里蟹很好吃 我們必須為了一個生態著想 我們為了萬里蟹的未來 不好意思 我們一定要罷免你 因為你倒是在鼓勵吃萬里蟹 講到鼓勵來吃螃蟹 是 我覺得有必要這樣子嗎 你如果真的覺得 你自己做的東西真的很好 你就從一而中 你就繼續做你方面 去運你的絲背秀 為什麼現在你要開始 去做這些魚丸做什麼 你不是很不屑這些 所謂的傳統的這些步數嗎 現在為什麼你要做 所以這個人 其實永遠都是怎樣 永遠都是在作秀 永遠都只是為了選票著想 我也必須很遺憾的講 台灣就是有這麼多人 偏偏就是為了被他騙 我有一個朋友 曾經私底下問過我 所以你不覺得黃國昌 看起來又有一點正氣嗎 他說 正氣 我說正氣 正氣凜然的正氣 正氣完 我完全看不出來 我請他比正氣消失完了 差不多 所以我必須說 有些人就是會被他的外表 鎖騙 一個人對感情不負責任 對選民不負責任 只為了自己的利益 然後在國會上 只會監督在野黨的人 這種人我們讓他當立委幹什麼 這種人甚至 我老實講 我都不知道 讓他存在這個世界幹什麼 當然 他有他活下去的自由 我必須說現在 他印了一個古老的成語 就是做法自閉 因為這個罷免法 是他自己要提的 他自己要把門檻降低 你現在就自嘗苦果 因為我們都覺得 其實罷免的門檻 如果低到一種程度的話 其實對政治的運作 是非常危險 可是你既然要這樣的話 不好意思 你自己就先自己以身作則 你自己先去嘗試看看 但是我覺得 他也不必太擔心他的前途 反正現在不是有傳說說 時代力量要推林昌佐 當選台北市長嗎 林昌佐如果都可以選台北市長 我們國昌老師 當然可以選新北市長嗎 我覺得當立委沒有什麼 而且我覺得跟李國昌老師的抱負 應該也不太相合 我覺得你就趕快被罷免掉 然後去選新北市長 展現你更大的抱負 這是我對你最大的期望 好的 現在說還要選新北市長 不過剛剛賓哥講一個重點 結果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那不是叫做法自閉 那叫做立法自表 就是他立了一個 也不說立 修改了一個罷免 反正罷免變得好像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之後 想到自己成了第一個 可能要被罷免的人 黃國昌從以前的淡定 無所謂 甚至有點輕蔑 輕視這些要罷免他的人 到現在他真的亂了手腳了 我們一直講自表自表 除了立法自表之外 他開一個記者會 結果發現現場來沒多少人 大概30幾個 記者比來的人多 還有一個重點 斯剛來的都是老輝 都是老輝 都是長輩 年輕人去哪裡了 沒有一個年輕人 來聽聽黃國昌 當時你是從年輕人支持 所以你才上得了 當得了立委的 實在是因為是因此成型的 結果現場沒有年輕人 你看一個記者會 不是告訴大家說 對不起 年輕人的心 我全部都丟光光了 這也是自表不是嗎 沒有錯 因為其實黃國昌 這一年多來 也看不出來 他在為年輕人做什麼事 然後包括立法也好 或是相關議案也好 他唯一就是跟國民黨對著幹嘛 然後國民黨那時候要監督 這個8800億的 這個欠債預算案的時候 結果他還說 國民黨這樣子抗爭 這樣子激烈的抗爭是不對的 因為你就放棄質詢的機會 他們去質詢之後也是放水 本來的時候一粒一休的時候 年輕人都看在眼裡 也沒有幫年輕人做任何事情 你說這些 史丹利亮這幾個委員上來之後 這一年多時間 參訪的參訪 談戀愛 談戀愛 然後繼續開演唱會 開演唱會 意識這一塊一事無成 所以當然沒辦法 取得年輕人的支持 你再來你說 你說他這次的被罷免 我覺得他常常在講 就是說直接民主 大家記得在太陽花的時候 他說要人民復決 用人民公投的方式 來解決這個國家的政勢 然後這個要把當時的 服貿協定去做這個公投 好 回到人民直接民主這一塊 我覺得黃國昌做了最好的示範 所以我覺得拜託這個小毛 就一定要鼓勵大家 就完全的民主 就這一次裡面完全的展現 直接民權 直接民權 對 我們國父講的這個 直接選舉罷免 創制復決 罷免這一塊很少用到 很少成功 如果這個黃國昌 現在看起來是 國父的忠實信徒 因為我們的罷免 門檻我們把它下修 然後他以身來試試看說 我把這下修之後 直接民主再罷免這一塊 可不可以用得到 所以大家這個戲 就是所謂的罷昌成功 民主完功 是 對 好棒的詞語 罷免黃國昌 國家裁券卡 對 你黃國昌贏了 台灣輸了 螃蟹的裁券卡 成功罷免了 台灣才是贏了 台灣的民主才有前途 所以說民主就是有收也有放 我放給你 但你做不好的時候 我就要收回來 所以這一次戲指 是全台灣民主最好的示範 能不能成為一個民主的範例 罷免是否成功 關乎到時代力量 以後怎麼轉型 他怎麼跟民眾做直接的接觸 我覺得這一次是要好好的看一看 而且我非常鼓勵 黃國昌如果罷免成功的話 選新北市長 我相信他的民調 搞不好比吳秉睿 比羅老師都更高 沒有 黃國昌的民調輸給吳秉睿 還沒有 他沒宣布 宣布就不一樣 有一個氣 宣布兩個人可能會在 個位數的那個地方纏鬥 對 沒關係 你六 我七這樣 沒有 人家被罷免的會高一點 是 他被罷免的時候 會有一個怨氣 他可以集氣 然後集氣來選新北市長 你說現場那三幾個 老先生老太子會頂他就對了 我們也展現人民的力量 然後集氣來讓他選新北市長 然後把他拿上去做更好的事情 讓直接民權 直接民主這一塊 在細紙顯現 但我好像萬一他選了新北市長 他真是選上了 又變成第一個被罷免的怎麼辦 我覺得兩次創四次創民主紀錄也不錯 黃國昌真的緊張了 因為現在這罷免連數 已經通過了第二階段了 那麼黃國昌 他在服務處有召開一個記者會 還呼籲支持者趕快站出來 但是他在臉書上面直播的時候 忘記切換小編帳號了 所以自己在為自己按讚 自己留言給自己黃國昌加油 我們先來看這則報導 加油 加油 黃國昌戲指服務處 好久沒看到這麼多人 原來是面對罷免第二階段通過 黃國昌回服務處取暖 請大家站出來投票 讓我們再贏一次 我選區服務員遼闊 有572平方公里 我沒有對不起 立法委員這一個身分 記者會上說自己好棒棒 順便開臉書直播 但小編可能太興奮忘記切換帳號 用黃國昌自己的名字 留言為黃國昌加油 標準的自吹自捧 在戲指這個 在他七個選項上面 他都用這樣子帶風向的方式 而且透過不同的側翼 群組的連結方式 大量的放假消息 然後製造這個不實的 這樣的一個風聲 挺昌網軍不只帶風向 也發動攻擊 安定力量聯盟臉書 就曾經被惡意檢舉 多次停權 就連最近在網路上發起 罷免黃國昌虛擬投票 也因此被停權 如果黃國昌 他真的是要來改革 要真的是有理想進到國會 我建議他要先改革的 就是先改變國會作秀 先改變當眾說謊 黃國昌罷免案如果成立 最快將在12月中進行投票 新北市第12選區 總共有25萬1191位選舉人 得要有四分之一的人出來投票 若是62798票同意 就能罷免成功 我們估計這次應該會有 期待有10萬人出來投票 會不會成為第一個 被罷免成功的立委 黃國昌正在寫歷史 記者董陽具 郭昌軍 新北報導 正在寫歷史的郭昌老師 跟您報告一下 你剛剛說我的選區 服員很遼闊 抱歉 服員大部分是用在國家的領土 沒有人說自己的選區 服員很遼闊的 你可以說地方很大 你可以說區域很廣 但是沒有人在選區講服員 服員基本上是形容國家的 老師 請您參考一下 不過您最近自表得有點嚴重 我們先講 從你提案修這個罷免法 降低門檻開始 你就先自表了第一次 然後人家要罷免你 你滿不在乎輕蔑輕事 你又被自表了第二次 再來發現有問題了 趕快開一個記者會 記者會一直播出去 大家才發現 怎麼現場來的人全部只有30幾個 記者比現場支持群眾還要多 開記者會又再自表第三次 然後記者會裡面直播 大家才清清楚楚看到 以前時代力量不都是 年輕人的支持者嗎 怎麼現場好像 長輩稍微多了一點 幾乎看不到年輕人 你又自表了第四次 然後在直播記者會的時候 我真的不曉得到底是 老師你自己 還是你的那些手殘或腦殘小編 居然在直播記者會下面留言 去留了一個黃國昌加油 對 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但是 對不起 來 立法委員黃國昌 PO文 黃國昌加油 很明顯嘛 又忘了切換帳號嘛 好啦 事情發生之後 真的有夠糗 自製表第五次 但沒想到我們的國昌老師 出來之後 並沒有稍微道歉 還家 他反倒把責任全部推給了助理 推給了這個臉書的小編 他跟大家說 對啦 助理忘了切帳號 沒什麼關係 我不會生氣 我笑笑的就這麼原諒他了 國昌老師 大家覺得好笑的是 你自己找人挺自己 而不是你有沒有原諒這個 手殘的臉書小編 請你搞清楚重點 重點是你糗掉了 而不是你的小編糗掉了 還用這種洗風向的方式 好像想把責任全部推給這個助理 推給這個小編 大家都要把你罷免掉了 你覺得你的這些支持者 或是想罷免你的人 會因為你原諒了小編 而決定不要罷免你嗎 你好像完全畫錯重點了 而說到在臉書或者是粉絲團 直播的時候 字表過去有太多例子了 最經典的當然就是 了不起負責台灣阿童 童仲彥 他自己搞了婚外情 家暴 喝酒等等的風波 在臉書上面說 我要退出民進黨 我要繼續做好選民服務 希望相親再各個機會 下面第一個留言的 了不起負責留言的人叫做 台灣阿童 童仲彥 台灣阿童 童仲彥自己發文 台灣阿童 童仲彥自己留言 了不起負責 跟黃國昌一樣 自己開記者會 立法委員黃國昌開記者會 立法委員黃國昌留言 黃國昌加油 這兩個不是一模一樣嗎 所以剛剛來賓說得好 乾脆 阿童 反正你現在民進黨 大概回復黨籍無望了 議員可能也難選了 不如就加入時代力量 跟國昌老師一起好不好 組一個字表二人組 好 再來看到了 還有包含了過去有魏明谷 他在這個臉書上面回答 這個聯友的問題說 到底要不要放颱風架 他也回了一個 放個毛 好 再來是柯文哲 他一樣是用自己的臉書帳號 去跟這個梵婷改的團體 還有在臉書上面 質疑他的網友嗆聲 不過人家很帶走 怎麼樣 就是我講的 就是我本人去回覆的 跟你們這一些出了事情 自表之後還想推卸責任的 政治人物完全不一樣 在這邊我們幫柯文哲 來 按一個讚 另外看到的是吳敦義 在臉書上面 他也留言寫了一篇文章 去挑戰 或說去批評總統蔡英文 結果蔡英文的臉書帳號 跑來吳敦義這篇文章 也按了一個讚 不曉得是不是也是小編 忘了切換帳號 自己跑來按讚 但如果小編切換帳號之後 跑到吳敦義這邊來按讚 蔡總統 這個小編 可能小心一點 有異心 應該要把他給剔除 不然怎麼會想到吳敦義 罵蔡英文的臉書文章下面 按一個讚 好啦 現在黃國昌真的緊張了 所以趕快出來 開直播 開記者會 跑基層 做魚丸 推銷萬里蟹 拚感情 希望大家出來投票 這個做法其實滿少見的 過去如果有人要被罷免 或者惹出爭議 大家都是假的這樣 我不要講話 風波過了就算了 沒有 黃國昌這個禮拜開始 講話講得比要罷免他的人 還要大聲 動作做得比要罷免他的人 這動作還要大 為什麼 來 其實他的想法在這裡 呼籲支持者出來投票 還說讓我們再贏一次 就是想把罷免案變成 好像我是改革派 我是被反改革派的人給欺壓 我是革新派 我是被守舊派的人給欺壓 大家仔細想一想 不要被騙了 改革派 你改革了什麼 對 你改革了罷免法 然後自表讓自己 可能要被罷免 你是革新派 請問你革新了什麼 你在立法院裡面 沒有做到在野黨 監督執政黨的工作責任義務 你反倒是在野黨 不停的監督另外一個在野黨 叫做國民黨 請問你革新了什麼 請問你創新了什麼 你憑什麼說自己是革新派 你憑什麼說別人是守舊派 你憑什麼說自己是改革 你憑什麼說別人是反改革 不要忘記了 你是小英男孩 還曾經坐了蔡總統的車 跑到總統府裡面更加密會 在野黨跟執政黨的總統密會 請問你心裡到底在想什麼 這樣的立委 難道不用被罷免掉吧 我們說了現在台灣很多沒用 有害的東西太多了 香蕉太多了 所以賴信德說 一人一天吃一根 蘇嘉全說一人一天吃五根 大家把香蕉吃完 綠裂稀太多了 蜥蜴太多了 現在民進黨立委也提案說 不然大家把它吃一吃吃掉好了 以後可能國軍 小學生的營養午餐 每一餐都有綠裂稀 因為大家一起吃 以後賴信德出來講說 一天吃一隻就吃得完了 然後蘇嘉全會說 一天吃一隻太少 一天吃五隻 按照這個邏輯 太多 沒用 有害的 通通要吃掉 那這些政治人物大概 也應該要被吃掉 好 來 看完了國內之後 我們來關心一下 國際局勢好了 千萬不要忘記了 19大 中國大陸的19大 在今天正式閉幕 習核心的領導地位 已經完全被確認 七個常委裡面 有四個包含他自己 是習派的 換句話說 他在中共的領導地位 是沒有問題 而且達到了權力的頂峰 好了 當習近平 達到了權力的頂峰 面對另外一個大國總統 叫做川普 現在放炮放太多 敢說不敢做 跟黃國昌差不多 所以是父輩受敵 外面的人等著看你的好戲 自己人也不提你 不過這兩個人 馬上要見面了 什麼時候 川普在11月5號 到11月13號 會到亞洲訪問 日本 韓國等等 而預計他可能 會在11月8號 首次訪問中國大陸 而且要跟習近平 來一個二度的習川會 好 習川會談什麼 有人說現在可能是川普 要對習近平施壓 說北韓問題瞧不好 趕快幫我處理一下 不然我要生氣 但我剛剛前面就告訴你了 習近平在19大之後 他的領導地位確認了 他的權力達到了高峰 達到了巔峰 對照現在父輩受敵的川普 你覺得兩個人見面 誰對誰施壓的可能性比較大 看起來應該是習近平 對川普要求多一點的可能性 比較大吧 好啦 習近平要跟川普要求 要求什麼呢 難道要求北韓嗎 要求中印問題嗎 要求俄羅斯的問題嗎 顯然不 恐怕會聚焦在台灣的問題上面 因此有個消息傳出來了 告訴你說 習川二會可能會簽署 所謂的中美第四公報 也就是針對台灣的政策 走向的第四公報 第四公報簽下去是什麼內容 目前不知道 但我們可以從過去的 三個公報裡面 來細細推敲 這第四公報要是簽了 對台灣是好還是壞 現在看到 在上海公報1972年第一次 當時美國首次表明 對一個中國的立場 不表示異議 換句話說 是默認了一個中國原則 再來建交公報在1979年 當時美國承認中共政府 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再來看第三個公報 是817公報在1982年 當時美方強調 要逐步減少對台的軍售 希望台海能夠解決 用和平的方式解決 這個兵容相見 或者是統一獨立的相關問題 你注意到了嗎 這三個公報簽下去 看起來好像是保護台灣 但其實都是站在 中國大陸的立場 一個承認一個中國 再來承認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唯一的合法政府 再來要減少對台灣的軍售 簡單來說 這第四個公報要是簽了 你覺得內容會更限縮台灣的國際空間 自我發展的能力 還是更能讓台灣走出國際呢 有學者推敲了 這第四公報要是簽下去 可能會有所謂的 反對台獨的關鍵字眼出現 一旦出現了 那我們還在期待蔡英文跟川普 可以來個蔡川正式見面 還在期待美國對大陸在席川二會來施壓 希望能夠多讓利給台灣 你覺得會成真嗎 所以民進黨政府 看看過去的歷史軌跡 不要再做白日夢了 好了 第四個公報到底會不會簽 現在美國白宮有官員出來講說 不會 放心 我有聽說過 但是沒有討論過 所以台灣不用太擔心 美國不要太擔心 中國大陸也不要太擔心 但美國的官員說話算數嗎 以前的美國總統 他的白宮幕僚 他的國務卿 他的國防部長 出來講話代表的就是總統意志 但是現在的美國總統叫做川普 這些幕僚對來的發言 能夠代表他心裡想 或者是馬上要做的事嗎 過去很多的例子 比方這個幕僚說什麼 川普做另外一件事情 幕僚說不會 川普就硬幹給你看 幕僚說會 我們會做 川普偏偏就不做 川普是哪你預料的 最經典的例子看到的是郭台銘 明明跟川普講好說 我去投資美國金額不要講 川普開記者會的時候 不但講還要郭台銘加碼在投資 你說這樣總統是完全無法預料的 所以美國的官員告訴我們說 不會先進這個公報 台灣不要擔心 川普真的就不會簽嗎 好啦 看完了川普 再把鏡頭轉到德國 德國發生什麼事情 駐德國的代表現在是誰 是謝志偉嗎 主持過這段節目 當過新聞局長 是民進黨裡面滿毒的一個人 好啦 現在被爆料 原來在我們國慶的 德國代表處的酒會上面 出現了這一面 大紅旗幟 好啦 大紅旗幟 看中文沒什麼太大問題 上面寫說 慶祝中華民國106年國慶酒會 中文字沒有問題 現場好像也看到國旗 但是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下面這一行 德文翻譯 給德國人 給外國人看的這行翻譯 出了大問題 什麼問題 因為根據德文 我們直接翻譯的話 他寫的並不是 慶祝中華民國106歲生日 而是寫什麼 慶祝一個民主實體的 106歲生日 民主實體 中華民國 台灣國 到底有什麼相關性呢 為什麼要寫慶祝一個 民主實體的106歲生日 難道 謝志偉 你是不希望外國人知道 我們是中華民國嗎 還是你自己可以說 對了 中華民國 但是在外交領域上面 你自己都不承認中華民國呢 中華民國 很難寫嗎 Republic of China 很難寫嗎 寫一個括號ROC 或括號台灣 你們最喜歡了 很難嗎 台灣沒出現 ROC沒出現 Republic of China 沒出現 只出現了一個民主實體 請問你是在自我矮化嗎 這樣子的事情傳回台灣 連行政院長賴清德聽到都說 這真的滿不好的 應該在英文或在德文的翻譯上面 就要寫上中華民國 否則你憑什麼代表 中華民國政府到德國 去出任駐德代表 然後你連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都不敢告訴外國人 請問你在國外怎麼自我介紹 我是一個民主實體的代表 你好 我叫謝志偉 是這樣子嗎 中華民國難道無法 從你的口中說出來嗎 待會好好討論 接下來把時間環為疫情 我們一樣先從 最近開始很緊張 自表自表得很嚴重的 國昌老師開始談起 好 謝謝佑正 我首先就來請教一下 家慶了 對於黃國昌你特別有研究 我想請問一下 最近我覺得他非常的緊張 那麼又是開直播 又是琴跑基層等等 但是我們也注意到 就是說好像支持他的年輕人 不見了 換成是伯伯出現在記者會上 你怎麼看 他這個最近非常的從上週 確定通過說要投票罷免 這個是一定會進行 大概也就在12月中左右 大家就可以去投票罷免 贊成罷免黃國昌 所以說他禮拜五 大家看剛剛那個新聞 他一直在閃記者 記者堵在辦公室門口 他還要閃 後來據說是憋尿憋不住 所以跑出來被記者訪問 然後進去之後還罵記者 跟罵他的助理 這就看得出來說 他真的是慌了 慌了之後 他當天不想開 他要隔天才要開記者會 而且要到戲職 大家就說這要幹什麼 這就是要老人 他要找人來壯大聲勢 他要再贏一次 對 這種就是什麼 這種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典型 就是講白一點 這是很傻的心態 他自己遇到事情不敢面對 他一定要找人在他旁邊 幫他撞聲勢 而且他要人家擋在他前面 當他的肉盾 他才有安全感 太陽花上法院 人家說黃國昌他們是慫恿 黃國昌馬上說沒有 他們自己要爬的 這不就是一樣的心態嗎 他不是總指揮嗎 他是聖神 他犧牲了別人 來成就他自己當上立委 但是他直接跟法官說 是他們自己要爬的 跟我沒有關係 這是在法院上 他的表現 太優秀了 這個說他俗辣有錯嗎 黃國昌不爽可以來告我 來告 來 我們再回來講 他說 剛剛佑正提到 他說的是他要再贏一次 一贏再贏 他心裡頭只有自己沒有選民 這些他在對抗他的選民 行使罷免權 行使選舉罷免 創之復決 這是我們憲法裡面規定的 我們參政權 現在罷免還沒有真正的成功過 所以剛剛我們才會說 如果罷昌成功 民主就完工了 今天黃國昌他要想想看 他心裡頭為什麼 因為他這種只有自己 然後所有外顯的方式 就會變成大家說 這個黃國昌 大概就是順我者昌 黃國昌的昌 逆我者亡 我一定要幹掉你 而且他說的是 直球對決 但是根本不是 根本沒有直球對決 他第一時間 就直接去污衊他的選民 抹黑他的選民 說要罷免我的就是守舊 就是權貴 所以我們才會希望說 黃國昌 你要負責任 你已經快被罷免了 講話要更負責任 你講出來哪一個 去連署罷免你的人是權貴 講不出來就要道歉 最好你直接下台 要不然你還是在 一再的欺騙選民 這只會讓你被罷免的票數 累積得更快 你會更難看 再講回來 黃國昌是個言行不一的人 去年底他在欺世道明 說他要修選罷法 門檻要降到最低四分之一 甚至簡單多數決 他要的是簡單多數決 意思就是說 贊成罷免的大於反對罷免的 這個人就要被罷免過關 這叫很民主 因為你單一個席次 他投票率一定很低 必然很低 所以說你簡單多數 就已經代表整個選區 有意要罷免的人 他出來表達自己的意見 這才是政治 黃國昌講這個話 可以給他按個讚 結果現在不是 黃國昌難道現在敢承諾 直求對決 只要罷免你的大於不贊成 罷免你的 贊成你的是多數 你就下台 如果他敢這樣承諾 這就是他所說的直求對決 如果不是 他就再度再歧視到民 還是在欺壓選民 在欺騙選民 我們講回來一件事 剛才一開始 寒冰有提到 黃國昌平常他當選了 從去年116當選 到上禮拜之前 他也沒有說 請大家去北海岸玩 請大家去吃萬里蟹 萬里蟹也不是昨天才有的 他為什麼要被罷免之後 才開始這樣講說 大家來北海岸玩 這很心虛的行為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他要去取暖 他要讓大家說 我很在乎我的選區 可是不是 你之前是一直嘲笑 你選區的選民 你也是一直 還罵過人家垃圾選民 你現在這樣前聚後宮 大家會看不起你 國昌老師 要想想看那一天他那個去 就是在戲子開完記者會 下午PO說萬里蟹那個新聞 馬上有一個網友在下面留言說 罷免黃國昌螃蟹才健康 真的 對 很多人也來問我說 那個網友是不是你 我說這個真的就不是我了 所以現在萬里蟹不能吃 因為還不健康 還不健康 也不是 也是可以吃 但是黃國昌不要來吃 我們不想跟他沾上邊 大蟹小蟹都好好餡 反正就是說 你可以去看他現在利用說 他的網軍也好 支持者也好 在網路上又要洗風向 又要帶風向 說黃國昌好認真 你們為什麼要打他 那我們來票選一下 大家對黃國昌這 將近兩年來 最印象深刻的是什麼 大概就是失背秀 假哭 假哭失背秀 那不然他還認真過什麼 戲子引定 他除了演他還演什麼 他還幹什麼 而且有時候他根本不去演 10月15號這個月 戲子研究院一個大社區 土石流滑落 國昌老師人在哪裡 有去演嗎 他連演都懶得演 這個我們要講回來 黃國昌說打弊案 錯 他是打個案 打個案他都只針對財團 民間財團 還有銀行董事長 是為什麼 民進黨的套路 時代力量的套路 難道不是換掉這個國營事業 或是有工股在內的董事長 然後換成自己人嗎 老百姓還看不懂這一套嗎 他打烈雷劍 他根本沒有打烈雷劍 他只有打說 藝營要換董事長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綠營指派的人 所以他們要把藝營董事長換掉 各位 烈雷劍是要 國防部長下台 是要總統道歉的事情 蔡英文上任多久了 這個國防部長天天搞笑 翹班去爬山 烈雷劍現在要賠100多億 裝傻不吭聲 黃國昌 你如果真的要為民發聲 你如果真的要展現你的火力 去打國防部長 國防部長只要因為你打他下台 你這個要罷免你的聲浪 絕對少很多 要不然你只是再度證明 你是在附隨民進黨 當民進黨的打手 黃國昌是蔡英文的最愛 毋庸置疑 民進黨裡面多少立委恨他 看看總召柯建民怎麼講他 柯建民的好朋友 柯文哲也講他很假 就是那個施貝秀演太過了 他現在還放風聲 因為罷免的這個聲勢 他們自己也做過民調 他自己我想心裡有數 所以他一直在撲梗 他要選新北市長 他可能一方面也是要給民進黨 施壓當籌碼 你不要切割我 民進黨如果 甚至如果民進黨的基層 跑去支持 這個罷免黃國昌 讓黃國昌失去立委這個席次 他可能會出來跟民進黨 搶新北市長這個職位 所以他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做政治算計 還有在做 繼續的對立跟操作 這是很好笑的 我們會越來越從黃國昌身上 的言行去看得到 黃國昌是怎麼樣的一個本質 就像我們說 權力不會讓一個人變 不會讓一個人變質 他只會讓 權力會讓一個人的本質顯現 黃國昌的本質 露出原形 是 現在就是差不多 對不對 差不多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說 包括我們陸續可以再來談 從2014年開始太陽花 他一系列鎖國立即 到現在我們要檢驗他 他經不起 經得起 經不起檢驗 我們慢慢來說 雖然不只是國昌老師自表 小編也滿衰的 等一下回來 我們還是要評論一下這個 怎麼會有人自己開記者會 然後自己去留言說 黃國昌加油 事後再推給小編說 都是小編的錯 但是我不生氣 我笑笑的原諒他 重點不是你有沒有笑笑的 原諒你家 重點是你叫你的小編 或是你的小編自己 去幫你的記者會 Promo自己 按讚 自己Promo自己 自己幫自己按讚 國昌老師 你的支持者要減1 要減2 減到那個小編還有你自己 休息一下嗎 回來 他跟小編說 我不會生氣 我不會放在心上 小編別擔心 但後面誇好可能是 明天不用來上班 我不知道 但是重點是 國昌老師 重點不是 你有多麼的寬虹大度 原諒了這個 不小心犯錯的小編 誇好小編可能是你自己 重點是 你怎麼會 去自己幫自己Promo 去自己幫自己加油 所以你不要話說重點 不要覺得好像雲淡風輕 非常的有涵養 有風度的原諒小編 沒有人在乎 你有沒有原諒小編 大家在乎的只有 黃國昌 去幫黃國昌加油 小編的管理很重要 不管藍綠或政治的 都很重要 這樣子 就是說這個國昌 要被罷免 所以他現在開了會 開了記者會 然後在自己的臉書上發文 結果被抓到 就是被我們的毛哥 家庭兄抓到說 怎麼這個暗戰的人數裡面 人裡面竟然有黃國昌本人 我們要知道 用臉書的人都知道 暗戰的人你只要一點開 誰誰誰誰 名單通通都會出來 還留言 對 還留言 所以說我說真的 他怎麼可能不知道說 會被抓到 所以說要麼忘了切換帳號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可能就是小編忘了切換帳號 所以造成被抓包的現象 當然過去也不乏有這種例子 我們舉例這個 應該是去年吧 魏民國 彰化現場民進黨了 他在臉書上也是 憲民問說 請問現場 這個颱風天要到了 請問要不要放假 結果小編回言說什麼 放個毛 這個 小編到底想怎麼樣 小編才不要去整人 我猜 我猜那個現場應該得罪小編 對 可能沒有加薪之類的 還包含很 我們記憶還猶新了 就是童仲彥 台北市議員民進黨 這個經典 童仲彥 對 當時的邱主任事件 他不是跟邱主任有一段情嗎 然後還家暴等等 被爆出來以後 也是一樣 在他自己的臉書留言之後 自己什麼 留言說什麼 了不起負責 這一句slogan 到當時流傳各方 對不對 了不起負責 這簡直就是一個大家朗朗上口 坦白講 哪有自己去稱讚自己的 就好像剛剛佑正講 關鍵在什麼 關鍵在國昌老師 你當年可是萬能風向 對不對 萬能空向 多少學生 多少太陽花學運分子 跟著你 追隨你 喜歡你 結果現在淪落到 你自己的臉書要幫自己按讚 然後還自己留言 湊一個挺他的留言數的概念 對 怎麼會 我說真的 我講一講 對 我自己講一講 我心裡會覺得有點感慨 有點難過 對 當年需要嗎 你想想看 太陽花事件發生的時候 他需要自己幫他按自己讚嗎 對不對 所以你看見為之處 如果今天有這個小編幫他按讚 你想想看 是不是還有可能 有更多的暗裝在裡面 搞不好是自己一個人申請 500個帳號 對不對 搞不好都是自己按的 會不會有這種可能性 所以說國昌老師 我坦白講 這個光環慢慢有點褪色了 所以說現在慢慢有點嗎 很快算 迅速退色 國昌不哭 真的很慢 但他希望明天就結束 你應該很快就會幫忙他 我再講一點就是什麼 我覺得國昌老師 他應該是神農氏的後代 因為神農氏常白草 他自己推的法案自己用 那個罷免法修正之後 降低了門檻 剛才那個毛哥有講對不對 只要達到選舉人數的四分之一 同意數多於不同意的 就過了 基本上好像6萬多票就過了 6萬3 6萬3就過了 這個門檻坦白草不高 這個法誰修的 不就是洪國昌嗎 所以當時投給國昌老師對手的 李信華委員有幾票 6萬8 對 比李信華人比較還低 投給李信華的人出來投給洪國昌 洪國昌就過了 所以真的 我覺得國昌老師是民主的表率 自己通過的法案自己適用 第一個人適用 所以說這個讓我們覺得說 國昌如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 為什麼 你想想看 當初太陽花事件 他們反對什麼 佛茂 請問你進去立法院之後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就是他們在太陽花運動的時間 推出來了 希望要通過的 請問這個法案現在在哪裡 還在立法院裡面沒有過 既然沒有過 你為什麼不去佔領立法院 你不是都立法院有五席了嗎 那你應該進去強力 強力通過 對不對 不然就抗爭 可是現在並沒有 所以說變了自己 是既得利益者以後 過去所有的理想 所有的夢想通通都忘了 這就是黃國昌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 戲子的民眾要罷免黃國昌 最重要的原因 包含黑箱 剛剛佑正也講 請問誰去黑箱 跟蔡英文總統密會 也是黃國昌 而且是密會完之後才被爆料的 所以我覺得 國昌老師當然 過去當然刺詐風雨一時 可是在這個點上 我想罷免案 在這麼多人眾志誠誠之下 我覺得這個罷免案 或許真的有可能會通過 是啊施誠 反而自己試 當然就要自己的國昌自己讚 標準的以身試法 了不起負責 他會不會是商鞅投胎 自己的意思 雙方還會不會他做很多事 我跟你講 過去有一個東西叫做純理法 就是我們理法廳外面 避免有做其他的 所以他會叫純理法 但是遇到純作秀的立委 這算第一次 從頭到尾在作秀 我不是胡說八道 我有證據的 去年2016年的2月16號 他第一次上台質詢 當立委第一次 我跟各位原文照燈 時間有限了 所以我打斷你發言請見諒 不要take it personally 聽到嗎 就是不要往心裡去 然後有沒有把選址這個 set selection考慮在內 這叫英文 剛剛這個姜瑋一直看著我 應該發言沒有發錯 然後這就是我現在說的 make the point 這就是他第一次質詢 在那邊繞英文 然後從之後 剛剛各位講的施貝秀 我懷疑那個人 說不定就是自己 他施貝秀之後 就有人上台說 就去上那個臉說 委員 要撐傘 穿雨 別感冒了 國家需要你 就當初施貝秀人這樣留言 切換了帳號之後的 立委員王國昌 我多懷疑這次切換帳號 後來大概是小毛毛家慶 也去留言 有的網友說 蒼神不撐傘就是愛民 縣市場不撐傘就是愛民 這就是當初的情況就是這樣子 我在講 黃國昌沒有不被罷免的理由 從去年2月開始到現在 都在作秀 哪一個東西不作秀 Name one 我也會繞英文 各位 我們的立法委員薪水 我們江委員在這邊 立法委員薪水一年大概 加上公費加上助理的費用 一年是1300 四年要花到5200 如果花5200萬 就讓一個人去做施貝秀 這種人非罷免不可 就這麼這樣 來 江委員 怎麼看黃國昌 看來要拜罷免 你沒有立法院要少一個同事 會覺得有點不捨嗎 我覺得就讓他回歸 民主政治的運作 因為這個其實也是當初 時代力量他們 從體制外 要進到體制內最大的一個訴求 就是認為立法院是黑箱 或者立法院 他違背了很多程序正義的事情 所以讓這些在體制外的 特別是我們的年輕人看不下去 2016的選舉 其實台灣民眾真的也非常的大氣 也給予他們支持的力量 所以讓時代力量 可以在立法院裡面 一舉擁有5席 坦白講這是不簡單的 從一個沒有到有 然後在短短的時間內 特別這5席 其實都是年紀相對年輕的 但是當然民眾 我也必須講 台灣民眾其實也是 眼睛非常雪亮的 然後台灣的民主政治 我相信也是進步的 也不斷的再往前再走 選民的素質 他們也知道說 要怎麼樣讓台灣的民主政治 可以繼續向前走 所以對於罷免或不罷免這件事情 我相信民眾心中自有定見 還有到底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裡面表現如何 我想在這一屆我們盡量往公開 透明的方向再走 這也是時代力量等等 很多這一屆有進到立法院 他們的訴求 就是透明化 所以所有的質詢 公開 直播 協商 沒有所謂密室 全部都彈在鏡頭底下 甚至都可以調閱資料 你講了什麼話 包括豆點 全部都可以調出來 所以我想 包括黃國常委員在內 我們都接受這樣子的監督 現在有民眾去連署說要罷免你 或者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就是民主 回歸到你所謂的程序正義 跟你所謂的反黑箱 這件事情上面 所以這一點我想 尊重民眾的選擇 作為一個委員 我想你也必須尊重民眾的抉擇 第二個就是說 實在力量他在立法院裡面 到底是執政黨 還是在野黨這些事情 坦白講我們到現在 搞清楚 還不是很清楚 你是一個真正的在野黨 還是一個監督在野黨的政黨 因為在很多事情上面 我們會搞不清楚 到底的立場你是執政黨 還是在野黨 很多事到後來都是罵國民黨 罵馬英九 作為結尾 所以我們覺得很奇怪 到底你是民運黨裡面的 全世界唯一的在野的執政黨 就是讓我們覺得非常的 搞不清楚 我想很多民眾大概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不管這個罷免最後結果怎麼樣 時代力量終究 你現在還是在立法院裡面 是一個黨團 五席是一個黨團 黨團是另外有給待遇的 是黨團辦公室是 有運作費用的 所以他其實必須對民眾 負很多責任的 黨團立場是什麼 然後你到底有沒有在監督政府 有沒有在監督施政 或許從預算的刪減都可以看得出來 預算的提案 預算的刪減 法案的立場 我相信都會看得出來 你到底目前所扮演的 是不是一個在野黨 還是只是一個執政黨的外圍 對 不過有沒有發現 過去好像黃國昌面對 被罷免的聲浪是非常的低調的 但現在 其實這種東西 依照民黨的邏輯 黃國昌最好的處理方式就是吃掉 因為沒用 有害 然後這種時代力量的這些 支持者太多了 怎麼辦 全部吃掉 因為沒用的 有害的 太多的 全部都吃掉 香蕉不就是這樣嗎 不能說香蕉有害 但真的多到 猴子已經吃到 太胖了 猴子不能再吃了 所以只好讓人來吃 現在民進黨有立委 更聰明了 因為據說嘉義 現在蜥蜴太多 快要變成侏羅紀公園了 真的 綠獵蜥太多了 嘉義一天 他們懸賞 大家去抓 你知道一天 把97萬的獎金比光光 你知道抓了幾隻嗎 43萬隻 一天而已 抓綠獵蜥抓了43萬隻 所以說嘉義縣 已經變成侏羅紀公園 綠獵蜴太多 會有傷我們的生態 會破壞我們的環境 怎麼辦 民進黨立委的時候 不用怕 綠獵蜥比只有好吃 如果太多 大家把它吃光光就好了 來 休息一下回來探這個 不會問政還要提瞎點子 我們的綠營立委 就是這樣的水準嗎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的 綠獵蜥太多了 所以要怎麼樣解決 他的問題 乾脆就用吃的 叫大家把它吞下去 民進黨真的是 什麼東西太多就吃掉 對 要想吵也是 台灣的胃當什麼 來 這個綠營的立委 到底怎麼提的 他說其實你不要小看 綠獵蜥味道不錯 吃起來像雞肉 而且湯很輕 來 因為現在綠獵蜥真的多到 我剛剛講了 就是嘉義縣變成侏羅紀公園 因為綠獵蜥你知道 很像小恐龍 所以到處跑 說什麼你在路上走一走 綠獵蜥過來了 以前路上開車 是要停車讓行人過 我現在是停車讓綠獵蜥過 真的 一天97萬獎金 全部領光光 大家去抓綠獵蜥 可以去給市府 給縣府 讓他給你獎金 賺一萬塊 對 一天97萬領光光 一天抓了43萬隻 43萬隻 你知道他有多氾濫 氾濫有什麼問題待會兒來說 我先來講 立委 賓哥 真的叫你說太多 沒關係 吃掉 是 我必須說 他講的有一部分是事實 因為其實真的有人吃 真的有人把它拿來吃 不管你是要燉煮 或是三杯紅燒 其實都有人吃 那有去吃過的人說 是不是比雞肉好吃 這見仁見智 但是它其實味道比較像 蛇跟田雞中間的那種味道 對 蛇跟田雞我們是吃過 蛇跟田雞 我都不太能接受 不管它在哪裡 就是有一點點像雞肉 但是帶一點點腥味 然後吃起來肉質更硬 這樣的一個味道 所以你喜不喜歡這種味道 有的人很喜歡 有的人就沒有辦法接受 有的人光是看它 你看這被撥完的那個樣子 大概很多人就沒辦法接受 很可怕 因為它長得滿恐怖 所以你說這種東西要推管 讓台灣人去吃 這個本身有很多問題 第一個 你這樣大肆吃綠裂西的話 在國際上 會不會造成一個惡名招杖 因為這個在很多國家 是拿來當寵物養的東西 台灣為什麼一開始才會犯賴 綠裂西是因為 當時侏羅紀公園 這個電影盛行的時候 很多人想說我也養一隻 小恐龍在家裡 結果你知道綠裂西 可以養到多大 綠裂西長大 又可以到兩公尺 兩公尺 是 比你人還長 然後它那個尾巴只要一甩 可以把它打傷了 所以後來很多人就沒辦法養 因為家裡很不夠空間 可是誰養在浴缸裡 浴缸太短 到最後就 浴缸可能有的時候 旁邊磁段搞不好被它打破 而且它要保溫 是 因為它很麻煩 然後它吃的東西又多 你知道 它要吃水果 要吃菜葉 然後它會去吃農作物 所以就乾脆直接把它丟到田裡頭 丟到什麼地方 然後它一路是從南部 開始一直繁衍 然後一路現在已經越過左水溪 一直往南 往北溪 往北溪 越來越嚴重 所以現在很多人就說 既然我們抓不勝抓 乾脆把它拿來吃 希望引起大家對它的興趣 但是問題是我跟你講 其實台灣試虐的 不是只有綠裂西而已 綠裂西還比較大隻你容易看見 另外一個叫沙士變色溪 更嚴重 其實你剛剛講到那個 宣長97萬一天被領逛 那個是沙士變色溪 不是兩個一起抓嗎 不是 因為綠裂西比較貴 綠裂西的話是你 如果比較小隻的是150一隻 大隻好像一隻300 那沙士變色溪一隻只要3塊錢 可是有人一抓 就是幾萬幾萬隻這樣抓 就是罐子裡面 這個全部都是 是 這是沙士變色溪 非常非常多 多到非常恐怖 實際上那一天一天之內 因為只有6個人 就去領了97萬 領走 因為 他網太好抓了 我跟你講 其他的人在那邊抱怨 他說我們最近這兩三個冤孕 農委會公布 不是 嘉義市在補益中公布之後 我就努力去抓 我加了好幾萬隻 我都領不到錢 那怎麼辦 那所以這個就 按照民進黨立委的標準 吃掉怎麼辦 對啊 那你知道 這個沙士變色溪多可怕 因為他一年最少可以生6次 每一次只好生 一對生6隻 對 每一次 不是 每一次最少生80到100顆軟 然後有的比較體質比較好的 每個月都會生 然後他的存活力大概有10%以上 那個非常恐怖 一年就是光一隻母蜥 他可以生幾百隻 這幾百隻很快就長大 又再生幾百隻 所以那個數量是 等比奇數這樣不斷的上升 非常非常可怕 我們像你看這一次不是 抓到了大概幾十萬隻嗎 不好意思 根本不夠 因為根據專家的估計 現在在野外至少好幾百萬隻 好幾百萬隻 百萬隻 他已經比嘉義士人口多得多 所以就住了紀公園 是 然後現在估計是 你每年最少最少最少 要抓到三四十萬隻以上 才勉強維持讓他族群 不會繼續增長而已 你還是沒有辦法消滅他 因為他實在太多 如果你讓綠獵犀跟沙士變色系 一直持續在台灣的話 第一個我們本土所有蜥 大家都會秘訣 因為你的東西都被他吃光了 他太多了 對 他太多了 完全沒有辦法跟他競爭 然後我們一些 比較珍貴的蜘蛛 其他的這些昆蟲 可能也會絕種 因為被他吃光 所以這是非常嚴重的 一個生態問題 大家不要以為說他吃他的 消滅害蟲很好 不是生態是牽一髮動全軍的 你只要某一個生物滅絕了 可能就會連帶影響到 其他生物 台灣可能會造成某一些 其他生物有大量滅絕 過去台灣已經有太多例子了 我們千萬不能輕污這些 但是不好意思 千萬不是用吃的 去解決這個問題好嗎 如果說都是用吃 可以解決問題的話 現在台灣PM2.5這麼嚴重 你是把我們所有人 當吸塵器是不是 就把它吸完就解決了 真正眼外這樣 把我們PM2.5吸掉就好了 這絕對不是一個該做的事情 好 來 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告訴你說 民進黨政府現在真的是 什麼太多就吃掉 香蕉太多也吃掉 這個太多也吃掉 台灣人哪有那麼多味 如果台灣人吃不下的話怎麼辦 最後國軍弟兄吃 不是嗎 來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按照這個綠尾的邏輯的話 什麼東西過色 那你就吃 那麼日月潭出現 大量的玻璃魚 那你也要吃囉 農田過多輔瘦 你也要吃囉 路上的 之前那個什麼 紅火椅 幹嘛輸紅火椅 吃掉 吃掉 是不是 執責 現在香蕉也是 以後香蕉太多 然後猴子吃得很飽 就生很多 猴子才有怎麼辦 再吃掉 就這樣我們就一直吃 吃幾塊東西吃好了很多 對 那是不是猴子也要吃掉 台灣最多的是蟑螂 除害救台灣 民進黨就是百分之百什麼 吃貨政府 對 只要發生問題 拿不出辦法就叫我們吃 開玩笑 我跟你講 昨天看到那個質詢大家都驚呆了 民進黨的立委洪忠義 就在委員會上就問 就說現在綠中西這麼多 尤其是幾年 綠劣西 綠劣西 綠劣西這麼多 我早上也綠劣中西 綠中西 綠中西 這麼多 那怎麼辦 他就建議說可以把它吃掉 而且的確也有人在吃 湯很清什麼 我就不贅述了 好 這麼愚蠢的建議 會發生幾個問題 第一個 有沒有食安的問題 這些是野生的野味 很多家長都告訴 他的小孩說 外面野生的東西 不要亂去捕捉 不要亂吃對不對 這種野味有沒有寄生蟲 有沒有疾病 你做這種建議 如果真的很多民眾 聽了你的建議 而去抓綠劣西來吃 吃出病誰負責 是民進黨政府要負責 而且我們想都知道 這是治標還是治本 當然是治標 不治本 什麼叫治本 治本就是說你要源頭管理 就是說他如果有一些 還是在繼續進口的 你是不是要圍堵 對不對 然後你要 譬如說還有專家建議 你要找出什麼 綠劣西的天敵 對不對 然後讓這個天敵 去把它消滅等等 這才自根 所以說甚至你知道 剛才說民進黨只會用吃 解決問題 最明顯就是香蕉 前一陣子那個什麼 香蕉過剩 盛產 膠油已經有夠慘了 對 然後價格封疊 結果我們聽到的建議是什麼 賴清德說一天吃一根 然後我們立法院院長 蘇嘉全加碼一天吃五根 一天吃五根 困難 一天吃五根香蕉會死人 對 對身體有問題 香蕉裡面含那個甲 甲高的話會怎麼 也會高血甲 換言之就是什麼 高血壓的人絕對不能吃 而且大家知道那個香蕉 我們吃的都知道香蕉是 甜分很高的 對不對 你吃了會不會有肥胖 等等的相關的疾病 香蕉非常胖 熱量非常高 熱量高 對 你這樣建議以後 你看 要嗎 叫我們去吃綠裂西 要嗎 我叫我們猛吃香蕉 我吃高血壓就變胖子了 對 我怕是 現在國防部會不會被下令 兵哥要強迫被吃綠裂西 以後的餐盤上 就是一隻綠裂西配跟香蕉 對 偶爾加菜就是剛剛兵哥講 那個沙士變色西 對 然後再也找不到兵了 然後最後我幫民進黨政府建議 反正我們現在推新南向政策 我們也給很多國家免簽 不如我們給一個綠裂西簽證 免簽的簽證 讓很多東南亞國家的人 也來享受台灣的美食 也許也是一個解決的好方法 來 這個委員 所以今天告訴你的是 我們先看這個問題 大家覺得好笑 說香蕉太多吃掉 綠裂西太多吃掉 莎士變色西太多吃掉 但是好笑的背後 他凸顯出的問題叫做 我們的政府面對這種 這種就是剛剛兵哥講的 有可能造成生態危機的 他會改變我們的生態 再來還有那個綠裂西 他會去挖洞 嘉義現在出現很多地方 好像被轟炸過一樣 地上一個一個洞 尤其在河岸邊 因為他們喜歡在河岸邊 還是一群一群 對 然後他們住在那個洞裡面 你知道洞挖多 現在當地的水利局 水利署很擔心 因為他挖洞挖在河岸 那會潰皮的 這些全部都是危機 但是我們的政府 不思解決方法 還有這種名單 告訴大家用吃的 這凸顯的就是 不是我不思解決方法 而是我根本不曉得 我要怎麼解決 所以乾脆吃掉 這問題其實我在兩年前 我自己的選區 有一陣子 其實都到現在也應該還有 猴子很多 吃掉 有沒有那時候也貼吃掉 那時候就是說猴子 那你可以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去抓 你可以去把它殺掉之類的 台中山區很多 對 因為那個已經 嚴重破壞到農民 他的生產的水果 他可能會去偷 會去吃這些等等 甚至有時候會對人攻擊 所以實際上 包括不只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這個玉獵錫 這個是更嚴重 因為他是外來物種 外來物種他對於生態的危害 可能不是說你把它吃掉 就能夠解決的 如果說只是把它吃掉 或者是把它殺掉 就能夠解決的話 那模仿程度上還相對容易 但是對於生態的危害 這一點可能我們的主管機關 農委會你應該要拿出辦法出來 而且這個照理講是在你的 主管業務當中重要的一項 也就是維持你生態的一個平衡 一個在地 我們自己生態的一個平衡 對於這些外來物種的侵害 照理講政府也應該 有一套解決之道才對 而不是束手無策說 明代建議說把它吃掉 你真的還認同說 好 那就把它吃掉 我覺得這就讓人家覺得 你到底 到底政府是在幹嘛的 那垃圾很多 你把垃圾吃掉 這樣嗎 不是吧 也是 對 也是 所以哪一天民眾抱怨說 我們這個垃圾很多 你看重來不很多 很多的沒地方燒垃圾的地方 你把它吃掉 大家把垃圾給吃掉 垃圾也不分藍綠 這個坦白講 對於民眾來講 只能講說是悲哀兩個字 就是說我選了一個政府 或者養了一個這麼大的政府 然後我們遇到這麼大的 生命財產上的威脅的時候 結果你給我的答案是 就把它吃掉就好了 這麼嚴重 那吃掉 對 所以這個到底治標 治本的方法 起碼你要一個治標的方法 告訴我們吧 然後再過來是怎麼樣治本 這很顯然就是我們的 防疫 檢疫還有邊境管理 出了大問題 出了大問題 然後這些原本是 可能被拿來當重物買賣的 這些外來物種 到底有沒有在管理 怎麼沒有出來告訴我們這個 如果這個外來物種 它是被進口來當寵物的 它進口的時候 它到底有沒有列管 有沒有身分證 有沒有列管 然後誰負責的 誰把它買進來的 我覺得這些都應該要去管理 而且寵物它也是動物 動物都會有疾病的問題 我們連雞 鴨 這些狗 貓 其實我們都要注意它生病的問題 寵物不需要嗎 這些寵物有沒有病 然後你叫我們吃掉 它剛剛講食安問題 它真的會是食安問題 當年的SARS是怎麼來的 吃野味來的 對 果汁磷 就是吃野味來的 他們講說果汁磷 對不對 你現在果汁磷 還算是目前在一些野味產品 裡面是一般吃得到的 它就都可以吃出病來的 這個綠獵蜥它是什麼東西 它是在正常底下 我們不會拿來吃的東西 就是一般不管放豬四海 各個國家好像 沒有人在吃這個東西 所以它會不會吃出病來 非常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所以你這個不是在告訴民眾 在害民眾嗎 你一個政府的無能 結果你叫民眾自己去怎麼樣 去藏一個 真的是不是藏百草 有危險而已 是藏百物 民進黨要建立台灣的優先 對 這等於是 是把民眾的生命當成 是什麼在看待 並沒有看在眼裡 你根本沒有真正進到一個 政府保護民眾生命財產 安全的一個責任 今天如果你有責任的話 你可以說 好 我暫時我沒有能力 來把所有的這些外來物種 所造成的問題一次處理掉 但是我跟你講 吃這個有危險你不能吃 你起碼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對不對 這個風險很高 這也不能隨便亂吃 政府起碼要做這件事情 你農委會沒辦法回答 你起碼要找衛生署出來 衛生福利部的人出來說 這個我們請專家 或者請獸醫 或者請食安專家 跟大家解釋說 為什麼不能吃 吃了以後要怎麼處理 農委會現在的說法 就是告訴你說可以吃吧 野生的都可以吃 只要不是寵物 不是寵物都可以吃 就可以吃 農委會真的是幫這個 立委背書 所以真的可以吃 只要是野生抓到了 就吃吧 完蛋 現在是這樣子 所以他也不負責任 你吃出問題他也不負責任 誰叫你要吃 對不對 我說可以吃 但我沒有叫你去吃 最後搞不好會推給 衛部說你看 衛部應該要告訴你不能吃的 或者衛部要出來告訴你 怎麼料理才對 真的是虎搞 真的是虎搞 我們的農委會 一個只會搞農舍 一個陳吉仲 只會放寬那個分補 你在雞蛋的含量 完全沒有辦法 沒有章法 請注意我們在講話的同時 綠烈熙跟剛剛這個 龐冰講那個 持續在繁殖當中 這個是最大的危機 當他對台灣造成生態危害的時候 已經沒有辦法 已經來不及了 已經來不及了 這才是最 問題是我們的農委會 講來都是門外漢 沒有辦法 所以現在面對這個東西 我覺得我們雖然大家在開玩笑 可是在台灣來說 這個生態是個非常大的危機 所以現在該怎麼辦 我覺得我們這個政府官員 包括這個立委 真的是非常的RQ 到最後結果是沒有辦法 這叫沒有辦法 不是叫想出辦法 叫沒有辦法 我們這個政府就是這樣子 這個政府的愚蠢 這是非常可怕 他像讓人家直接聯想到說 上個世紀中 中國共產黨 剛統治大陸的時候 欠收 沒有農產 他就說抓麻雀 對 他就說抓蝗蟲 全國的蝗蟲跟麻雀都被抓完了 然後生態浩劫 然後欠收更嚴重 對 還是美農醫師 非常愚蠢 然後你要再想到一個狀況 英國在殖民印度的時候 印度有很多眼鏡蛇 或是做表演或是拿來吃 英國政府就說 那交眼鏡蛇來給你錢 印度就抓了很多眼鏡蛇去換錢 就像我們現在 他們對付蜥蜴的狀態一樣 結果抓到英國說 發太多獎金不要發了 那些農民怎麼辦 他抓到眼鏡蛇 全部再放掉 所以印度的眼鏡蛇 很多 對 很多就更氾濫 然後還雜交變種 變得非常可怕 所以你知道這種生態浩劫 跟你執政的愚蠢 你現在想像不到 他的後果有多嚴重 真的 好 我們剛剛講到 有這麼瞎的這些綠營立委 不會解決問題 吃掉 還製造問題 有害無用吃掉 是 來 接下來我們要談的是 官員好不到哪裡去 有害無用 給吃掉 來 這一位是誰 謝志偉 我們祝德代表 對 來 應該是要歡歡喜喜的 來慶祝中華民國國慶對不對 來 你看這個場合 慶祝中華民國 106年國慶酒會就在今年 但是想不到 居然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是有這麼難說出口嗎 變成了慶祝一個民主實體的 106歲生日 他的中文寫了中華民國沒錯 但你不是在台灣 你是在德國 國慶酒會都是外賓 人家會看得懂中華民國嗎 人家當然是看中華民國 下面那排德文 那德文寫中華民國很難嗎 一點都不難 因為就是ROC 就是Republic of China 就是這樣而已 很難嗎 但是對謝志偉來說很難 對我們的德國代表來說很難 因為他寫不出來 他寫什麼 他把中華民國變成一個 民主的實體 所以他去自我介紹就說 你好 我是民主實體的代表 謝志偉 遞名片 是這樣子嗎 值得 在欺負我們 這個坦白講 今天國民黨立法委員楊振武 在總質詢的時候 賴院長就秀出了這張照片 事實上這張照片 是一個僑胞 告訴我們說 這一張照片可能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說 那個中英文不大搭 因為他很前線 對 他的德文能力雖然不高 可是他至少看得出來 這個標語裡面 下面沒有中華民國 也沒有台灣 我跟你講 都看得出來 因為就算是德文寫 對 也看得出來 好 這個事情 就經我們辦公室去查證 我們耗費了很多工夫 我們發覺謝志偉代表 現在的駐德代表謝志偉 他在柏林舉行 106年國慶九會的時候 你看後面那個最大的 這個紅布條 視覺 視覺的紅布條 竟然中德文不一樣 然後我們還去問德文教授 說這個德文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也怕搞錯 結果那個德文教授跟我說 這個叫做一個民主實體 或民主政體 的106歲生日 你知道那個僑胞告訴我們說 然後最後那個是 那個德文是民主 對 那個是民主的意思 對 然後他說 這個僑胞告訴我們說 他說他以為是元宵節 是要猜謎 這個一個民主政體 是哪一個政體 是屍體 指責德文元宵節 其實是跟你 對 下面那個屍體 高屍體 高屍體 吸送給他吃好不好 對 好 我說真的 猜對了吃豬腳 這個謝志偉代表 他過去在台灣也當過名嘴 也主持過節目 他的台獨思想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尊重 我說真的 連賴院長 賴清德院長 都在行政院裡 都在備選的時候都說 他是什麼務實的 台獨主義工作者 但是現在的名字叫什麼 中華民國 所以今天賴院長被問到最後 他說 我覺得應該還是要放中華民國 他連賴清德都覺得不好 對 我說實在 不然你中文就不要寫 對不對 你這樣中文跟英文 是對不起來的 那我們就要問為什麼 這就顯示了 顯示了我們的謝代表 他要去中華 甚至他不承認中華民國 或者他要呼應蔡英文 所謂中華民國 是一個流亡政府 所以他不講 不寫出來 蔡英文自己在國慶的時候 不是用這個國家用了幾次 所以說大概 他是要配合揣摩上意而做的 可是問題是 你這樣的神翻譯 對嗎 你這樣的神翻譯 會讓台灣獨立嗎 你只是讓國際看笑話 在場的德國人 我不納悶說 你這個一個民主政體 他說 走不對地方 這個民主實體是 對 所以這完全讓人家猜不透 大家想想 我們的謝代表 之前在你記不記得 還有一個光復高中 校慶的時候 不是秀出一個納稅的那個 他也扯什麼 他也扯上國民黨 他說什麼 如果你把國徽 對 把國徽跟黨徽 搞不清楚的話 那也是一種納稅的表現 連這個事情 他都要來順便推 但現在民進黨的黨徽跟台獨上面 台灣國這個國旗 不長得也一樣 對 那是不是納稅的表現 對 那我意思是說 現在謝志偉 他是我們助德的代表 他既不是名嘴 也不是電視主持人 你既然領我們納稅人的錢 領了公帑 請你好好地做你的助德代表 不要再搞一些有的沒有的 你弄這一些小玩笑 小把戲 是不會讓你的台獨成功的 你只會讓賴清德 在立法院背巡時出糗 所以拜託 而且我怕這個我誤解他了 我在這裡秀幾張照片 這一張是2007年 是扁政府時候 當時的助德代表是尤青 也是民進黨的前輩 他當時這個酒會 也有顯示國旗還有什麼 中華民國 台灣都有 好 那我們看102年馬政府 我怕他又馬維拉 又說馬政府也沒有 拜託 馬政府時期 這裡一排中華民國 台灣也有 好 那我們看一下今年其他 很快看就好 今年其他外館 106年外館其他 對 怎麼辦酒會的 你看這個是加拿大 中華民國106年雙十國慶 下面的英文就是National Day 對不對 然後中華民國台灣都有 蒙古也有 然後秘魯 秘魯應該是西班牙文 對 講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 他是用西班牙文的國慶日 中華民國台灣 Tachina 你看 Republica Tachina 有對不對 台灣 還誇到台灣 對 我們看泰國 泰國 你看我們泰國 他不是用泰文他用什麼 他用中英文 都會有中華民國 這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慶 怎麼可能沒有中華民國出現 拜託 上禮拜我爆出外交部的首頁 完全沒有國旗 甚至國旗的元素在裡面 外交部到現在都沒改 我告訴你 外交部就是吃了襯托鐵的心 他就是完全百分之百 以他的組織蔡英文為首 他就是要把國旗 中華民國的元素通通拿掉 消滅殆盡使 去中 去中華民國 去中華民國 還要去什麼 還要去國民黨 大家記得嗎 上次巴拉圭總統來訪的時候 不是在他的演講詞裡面 講了好幾次什麼 講功嗎 講戒時 對 結果那個翻譯就翻成什麼 一個偉人 諸多偉人 什麼偉人心裂之類 對 當時巴拉圭的來賓就想說 是哪一個偉人 跟現在一樣嗎 對 所以拜託 謝志偉 謝大使 這個搞不好他有機會 這個會期來立法院備詢 那我們也可能請江委員 遇到他的時候 也好好質詢一下 為什麼中華民國 在他手中就不見了 沒有 現在看到他我講了 你就說 歡迎歡迎這個民主實體的代表 民主實體代表 謝志偉先生 是 所以我就很想請問一下 謝志偉大使 你結婚的時候 是不是上面貼的是 一個新郎跟一個新娘的故事 你是這樣寫的嗎 這不是很荒謬的一件事情嗎 什麼叫一個民主實體 這樣舉辦慶祝協會 這真的太誇張 我知道你很討厭中華民國 這四個字 但是問題是 你都已經當了中華民國 駐德大使 你就不要當 如果你這麼討厭 你就不要當 現在要當了 你進了廚房就不要怕熱 你就是必須要頂著這四個字 不然你憑什麼資格 你做什麼大使 所以這根本非常荒謬 我覺得第一個 賴清德自己都覺得不適當 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謝志偉已經嚴重失辭了 如果以民進黨過去標準來講 民進黨不是最痛恨人家 在國際上被矮化嗎 不是連中華台北都不可以嗎 中華台北至少還有台北 至少還有中華 我請教一下 民主實體哪裡有中哪裡有台 台灣也不見 台北也不見 什麼都沒有 只有一個民主實體 這樣子不是嚴重的喪失國格 這種人不需要譴責嗎 這種人還適任嗎 他有資格當駐德大使嗎 再來講應該外交部 他立刻招圍了 叫他立刻解釋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對啊 怎麼還會放任他 拜託 剛剛指責還在想說 將來委員在立法院見到他 這種人不夠資格去立法院 現在立刻就要解除他的職務了 還讓他回來做 這簡直開玩笑 一個民主實體的立法院 是啊 你讓他去找他自己 那個民主實體去做大使 我不知道那是哪個民主實體 不是 請民主實體 所以這根本非常荒謬的事情 我覺得他在 他只是這一次被我們抓到而已 他過去你不知道多少次 我不知道他在正式的公文上 或其他的上面 他是不是都故意不用中華民國 是不是連台灣都沒有提到 他的名片 對 所以我覺得你 他所有的東西都需要去徹查 因為你作為一個大使 你代表的是中華民國 抱歉你代表不叫台灣國 實際上還沒有台灣國這個國家 如果你想要當台灣國的大使 麻煩你自己去成立 這裡不是你家 所以 所以我覺得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你今天如果 不願意做中華民國大使 拜託你不要做 而且你現在的行為 已經很明顯的告訴我們 你沒有資格做這件事情 所以謝志偉 如果你要這樣做的話 不好意思 請你立刻滾蛋 你現在馬上從德國滾回台灣來 我跟你講 你已經不夠資格 領中華民國的薪水 做這份工作 沒錯 來 除了一個民主實體之外 在過去剛剛講到他的名片 上面也沒有中華民國 也沒有ROC 那個時候好歹 好歹還寫了一個台北 台灣 結果你現在 這種比較自我矮話是什麼 以前人家去什麼WHA 沒有講到台灣 你有沒有嘻嘻嘻 很生氣 氣得要死 現在人家不但沒講中華民國 連台灣都不見得 剩下一個民主的實體 蔡統統不用譴責嗎 時代力量不用馬上把他召回 跟抓通緝犯一樣 馬上把謝志偉通緝 抓回台灣嗎 搞不好時代力量也想講說 我是一個民主實體的國會議員 我覺得這些駐外大使 坦白講薪水滿高的 一個大概薪水大概一月 至少超過50萬以上 各種加急加起來 而且你出外內內外外的 還有一些防護基金天如何如何 你怎麼對得起 你付給你薪水這個民主實體 那你今天你作為一個 像有一個招牌 你最起碼要寫台灣 你不是常常把台灣 放在心裡面嗎 你不是把台灣放在優先嗎 你今天有機會在這個國際場合 在跟德國友人酒味的時候 你最起碼把台灣秀出來 你連最起碼台灣 你都不願意把它秀出來 你根本不要說什麼 什麼中華民國這些如何如何 都是來騙 我覺得就是騙位子 就是來騙選票 然後騙這個俸禄 你如果說你不喜歡 當中華民國的代表 你就辭了吧 你在台灣做節目主持人 一個月我也賺不少錢 還可以宣揚自己的理念 德國天高紅地遠的 管不到 聰聰的 對啊 管不到 而且我們國家在歐洲 其實外交處境滿艱難的 因為很多的正式代表 正式的官方代表 我們都看不到 有的時候 你只能去外面的餐廳 或是咖啡廳 跟他們做一些會商 你好不容易有一個場合 國慶酒會的場合 把這些德國的朋友請來的時候 你不是就應該把自己名字秀出來說 我是中華民國的祝德代表 我覺得這是自己的工作 最起碼的尊重 如果說你連最起碼尊重都不要的話 我真的建議他趕快把它辭掉 你再來賴清德 我覺得今天講的話 也是不清不重 你比如說他覺得 賴清德說他 覺得不妥 只是不妥 什麼叫不妥 不妥是什麼 你作為一個中華民國的行政院長 你不是一個民主實體的行政院長 是中華民國的行政院長 你要強力譴責駐外代表 不能有 在這個招牌上面 沒有出現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你外交部長 也要馬上下訓令 訓令他回來解釋 我們的立法院 內政外交委員會 馬上要叫他回來 怎麼可以讓他在那邊逍遙呢 搞不好他看一看 搞不好還發個臉書去酸你一頓 所以這些駐外人員 我覺得不忠於自己的國家 我覺得就是最大的罪惡 如果你對於自己的國家尊重的話 你在我們這個地方 出現了這樣一個標誌的話 我們的外交部竟然還幫他開脫 還說這個酒會裡面 其他的地方有什麼國旗 其他地方有什麼雙十符號 並沒有這個 好像貶抑中華民國的意思 但是你最起碼 我在這招牌上面 我就沒看到中華民國 沒有看到台灣 光憑這一點 謝志偉就應該趕快回來 然後辭職 如果想要去宣揚你的台獨理念 回到電視台去 空間也很大 薪水也很不錯 不要再用中華民國的新台幣 來去養你自己 這個是我們絕對 不喜歡看到的事情 慧琳 所以他從頭到尾 其實也就是呼籲小英對不對 早就要去中了 所以現在是剛好而已嗎 是這樣嗎 沒錯 當然是這樣 我們大家都知道 謝志偉的立場 可是這次最不可思議的 其實前面幾位嘉賓也提到了 他只是一個政治實體 他連台灣兩個字都沒有提到 他名片至少還有個台灣 是的 他是不是一個雙面人 你知道嗎 他既不提中華民國 也不提台灣 那最符合哪一方的需求 最符合大陸的需求了 是不是 只是一個 entity 只是一個政治上的實體 他既不是中華民國 他也不是台灣 我覺得其實民進黨 這些慌張走板的演出 也不是第一次了 蘇嘉全早就說了 在國慶日的邀請卡上 為什麼沒有中華民國呢 他說中華民國放在心裡愛就好了 我覺得其實他給所有外遇的男士 就是一個很好的啟發 以後只要有外遇的時候 你就可以說 雖然小三在我的懷裡 但是老婆大人 永遠都在我的心裡 是不是 就表示你對這個老婆大人 永遠都是這麼的愛 小三在懷裡也沒有關係 因為他民進黨 現在很多政治人物都出包 都被這個在Motel 在各個地方被抓包 所以我覺得以後 他就可以參考這個 蘇嘉全的講法 真的 你不願意當中華民國的大使 你就不要領中華民國大使的錢 你們這些人讓我最看不起的 就在這裡 因為第一個 他們滿心就想要幹掉中華民國 但是他們忽略了一件事情 幹掉中華民國以後 台灣也活不成 也就是說今天你把台灣共和國 當成一個寄生蟲 寄宿在中華民國這個宿主的身上 可是有一天 一旦中華民國這個國號消失的時候 對不起 你台獨也不會成功的 你台獨也是跟著一起滅亡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這些人的心態 真的是相當可惡 就是說你今天把這個台灣 變成一個政治實體 你是在跟老共輸成嗎 你是不是除了在對你的蔡主子 蔡英文女皇輸成以外 你還在跟對岸輸成對不對 你看今天我把這個 不管是台灣還是中華民國 我都把它消滅了 我把它變成一個 你們所希望的政治實體 我老早就講過了 我跟你講這些獨派人 各個嘴巴上叫得比誰都兇 其實他們都是玩假的 你怎麼知道以後 萬一兩岸有個什麼衝突 第一個開城門迎闖王的 不會是這些人呢 這些人會告訴你 當初我之所以要主張台獨 那就是一個給你來 統一台灣的理由跟藉口 我沒有給你這樣的 一個這麼優秀的理由跟藉口 你怎麼有辦法 這麼快速的就統一了台灣呢 你怎麼知道不會呢 搞不好這些人 將來還高官後決 你怎麼知道不會呢 各位 好 休息一會兒 等一下回來 我們就要好好的談談 現在真的要緊盯著 美中兩國 他們接下來如何互動了 即將要在下個月的習川會 真的有可能簽第四公報嗎 稍後回來我們要好好的討論 馬上回來 好 剛剛因為我們聊到了就是 這個慶祝中華民國國慶 可是布條上有中華民國的字樣 但是德文卻變成了民主實體 我想剛剛從德國回來的江委員 他還剛見過謝志偉 要他知道這個事情 他早就跟謝志偉 直接處理他了對不對 指責資料給我給得太晚 我太晚知道這樣的訓言 否則我真的是在禮拜 禮拜五 禮拜六的德國時間 我有遇到大使 當然他是也好心來看我們這一團 我們是一團霹靂舞的小夥子 他們代表台灣去參加世界大賽 這群年輕人你看 其實他們真的是非常愛國 到國際賽 出國比賽 絕對不忘帶國旗 而且在他們上場之前 其中一個團員我很驚訝 他居然把國旗拿出來說 所有的團員過來 每個人都要摸 因為他會帶給我們好運 從他們有比賽以來 出國比賽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 這是我們年輕人 他們對國家的認同 對國旗的認同 這就算了 在正式表演比賽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他們最後的橋段 他最後的橋段居然是 把國旗拿出來揮 就整個表演完 這是霹靂舞 這不是一般的那種舞蹈比賽 不是 它就是在最後一段 結束的時候 有一位就舉著大旗 我們的大國旗 就在場上揮 就在場上揮 然後這個是一個 國際的攝影者 他拍下的照片 傳給我們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年輕人 在國際上面 為國家爭光之外 在德國我們的年輕人這麼做 對 在德國 這我們大使在幹嘛 我們台灣過去的 他們都知道在國際上 要想盡辦法讓這一面國旗 可以站上舞台 除了他們自己本身 站上舞台之外 他們希望這個國旗 跟著他們一起站上舞台 讓世界可以看到國旗 我們的國旗可以看到台灣 所以我不曉得說 謝大使為什麼 為什麼你會在這個國慶上面 連一個Republic China 或者瓜佛台灣 這樣子的英文字 你不能讓他露出 你是害怕外國人看得懂 所以你只放了中文 我覺得這件事情 它的嚴肅程度應該要到總統 因為大使是總統派任的 是你派任的 你今天派任這個大使 到底有沒有遵照國家的憲法 在做事情 到底認不認同現在這個國家 憲法畢竟現在我們的國旗 國歌 國號就是這樣子 除非你修憲 除非你修改國號 你修改國旗 否則中華民國駐外的大使 絕對就是準到這個憲法 沒錯 這是總統派任的 所以這件事情 不是說立法院找他回來 跟他質詢 跟他在那邊 你來我往的這種辯論而已 而是總統的態度是什麼 蔡總統你看到我們這樣的大使 你的態度是什麼 脆弓 對 你的態度是覺得OK嗎 可以嗎 如果可以的話 那就是以後就通令各使館 各代表處 我們就這樣搞 所有都改搞 民主實體的國慶 我覺得就是說 今天每一個台灣的國民也好 政治人物也好 你有自己的個人政治信仰 那都是其次 我們都尊重 只要你是個人的身分 你去表達你的個人政治信仰 都可以 即便你有了政治上面的職務 如果你認為 你要捍衛你政治信仰 你要主張你的政治信仰 你也可以大膽講出來 你大膽的做 只要國際上能夠認同 只要台灣的民能夠認同 台灣這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但是你不能因為說 你害怕說 我如果今天在國際上 把它掛成Republic of Taiwan之後 會引起國際上的這些trouble 或對岸的這些麻煩的時候 你不敢 然後你給他放一個說 我就是一個民主 一個民主實體 可以這樣嗎 可以這樣嗎 實在是滿丟點的 所以這個是真的會讓 我們是在國內可能看不到 我一直在想說 國際上看到的這些外國人 他們是怎麼樣看我們這個國家的 怎麼樣看這個大使 球都歪了 好啦 要講到國際上怎麼看我們 也許接下來所謂的席川二會 會對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 的定位有一點點的改變 因為現在傳出 可能會簽所謂的第四公報 簽第四公報 對我們是好還是不好 我們從過去三個公報的內容 來歷史軌跡 我們來推銷一下 來 首先在第一個公報 大家看這邊1972年 當時美國確立了一個中國的立場 而且對這個立場不表示異議 默認一中原則 再來這個建交公報 是在1979年 然後再來是817公報 就是第三個公報 是在1982年的時候 當時美國承諾會逐漸減少 對台軍售 這個第一個公報 他不否認一中 第二個他承認只有一個中國 而且那個中國叫做 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三個公報 他減少對台軍售 你覺得第四公報寫出來 難道會支持台灣獨立嗎 當然不可能 恐怕是更限縮台灣的地位 是不是 對 你看這三個公報 基本上大概對於台灣 都造成從外交 從國際地位 還有從軍事 基本上都削弱了中華民國的 一個實力 也逐步加強了 北京跟美國的一個關係 現在這個情況跟1982年 他最後一個公報 第三公報是在1982年簽訂的 距離現在已經有三幾年的時間 這段時間裡面 中美的這個勢力此消彼長 美國大概在國際事務上面的 能量跟聲量一直在降低 但是大陸大陸這邊在強化 所以加上比較十九大結束 李奇明已經搞定內部了 內部我搞定了 不管在權力的分配 或者說我在於政治上面的 一個安排上面 我都已經搞定內部了 然後未來經濟發展 反正大概已經有個不錯的藍圖 在外交的部分 他最想搞定就是跟美國之間 怎麼樣解決一些旗艦 這些旗艦 自己貿易的事情我們就不管 這主要幾個旗艦 包括在中華民國 在台灣的問題上面 美國跟大陸之間 常常為這個有一些發言 有一些發言 雖然說今天我們看到報紙說 美國務院說 這個不會有第四公報 但是不要忘記 他簽第三公報的時候 雷根那時候最支持中華民國 那時候雷根在競選的時候 還說要跟大陸斷交有沒有 然後要轉回跟台北建交 大家覺得是最支持中華民國的 一個美國總統 但是傷害最深 愛我最多 傷我最深 就是雷根 他817公報限制了台灣 只能採取防禦性的武器 基本上就從那個時候就定了 在此之前 我們還有一些屬於攻擊型的武器 但自此之後 大概屬於防禦型武器 而且還說台灣的問題 是大陸的內政問題 好 如果說這一次的話 就能看到習近平 在這一兩年來 對於不管在美國或國際上講 說台灣問題是他的核心利益 核心 核心利益是什麼意思 就是大家不能講話 這是我的核心利益 我說了算 你們不要在那邊說三道四 沒有退讓空間 沒有退讓空間 不要跟我講說 台灣什麼有什麼獨立的可能 或是改國旗 國號 國歌 或是有一些法理台獨的可能性 基本上是沒有的 因為這是大陸的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怎麼可以讓其他國家 說三道四 怎麼可以讓其他國家說 你要我要怎麼做 我可以指導你 當然不可能 因為那就是干涉內政 是 沒錯 所以你說今天白宮的官員 雖然講說 不會有第四公報 但是難保川普 會不會在最後一顆翻盤 不要忘記 從這一次到未來 他還有兩次見面的機會 一次在APEC 一次是他正式的訪問北京 所以這兩個之間 還有時間去做一些協調 跟折衝的時間 如果說在APEC 他們兩個先見了 如果慈禁明提出類似的要求 也許不是用第四公報的名稱 但也許用一個共同聲明稿 或是共同的新聞稿 來認知說台灣是大陸的核心利益 其他國家會予以尊重的情況下 其實對台灣的傷害也很深 所以不能夠把 北國白宮的官員 當成護身符 川普說變就變 而且第四公報 來 今天有國際專家 我們蔡正香 蔡老師 到底會不會簽 如果簽了依照歷史軌跡 你覺得內容對台灣會有利 還是不利 我們先從歷史軌跡來看 就是這三個的一個公報 這三個公報 之前的三個公報的一個簽署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一個歷史背景 這整個的一個歷史背景 其實就是什麼 美國有求於大陸 那個時候簽這三個公報 完全就是美國要來去拉攏 大陸從那個所謂的一個 所以出賣了台灣 對 不是 蘇聯的一個集團 師生了台灣 對 從蘇聯的一個集團 把它給拉過來 然後來共同對抗前蘇聯 所以當時都有這樣的一個背景 所以我們可以從過去的一個軌跡來看 美國有求於台灣 所以他會來 有求於大陸 所以他會來犧牲台灣的一個利益 這個是他的一個歷史上的一個軌跡 三次都是 對 三次 全部都是 所以這個是一個什麼 美國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外交上的一個慣性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其實兩個人 就是美中兩個大國 他們會不會簽署這樣的公報 其實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很重要 就是什麼 實力的一個原則 就是兩個國家他的一個什麼 他的一個領導人的一個實力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現在的一個習近平十九大之後 整個地位非常的一個 習核心 對 習核心 權力最高峰 對 最高峰 地位非常的一個穩固 非常的一個什麼 非常的一個有自信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川普 他現在連整個的一個什麼 連整個的一個國內的一個問題 他都搞不定 連他的官員都反他 對 人民也反他 然後這一次還說 他這一次到大陸 是要來參觀長城 來作為美墨邊境的一個範本 你看 還可以搞這個 對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 他的一個什麼 難以的一個什麼 難以預測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一次我們可以看到 非常有自信的一個 大陸 跟一個內政外交搞得 兩頭熱的一個什麼 就是搞得這樣子的一個川普 所以我覺得 簽署 就是會不會簽署第四公報 我覺得要看川普的一個什麼 個人的一個意志 所以我們 美國的一個官員說 可能不會簽 也許不會簽 根本不會簽 但是他現在能夠代表川普嗎 現在在美國 完全都是什麼 川普說得算 川普過去推翻了一個什麼 多少的一個什麼 談幕僚先幫他說的話 對 幕僚說會 我偏不幹 幕僚說不會 我偏要做 對 推翻了一個多少事情 所以第四公報 其實還是有他的一個 可能性的一個存在 第四公報如果真的簽了 他的內容會還是談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說 建教公報 就是談了一個所謂的 一個中國的一個原則 承認只有一個 中華民共和國 然後接下來的一個 817公報是軍售 就是軍售的問題 接下來就是什麼 就是台獨的問題 反對台獨 會有可能名列反台獨 對 反對台獨的 我們知道說 美國過去的一個立場 一直講不支持台獨 對不對 就是他的一個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對 一個中國原則 但是不支持台獨 但是現在會不會把 不支持台獨變成什麼 變成反對台獨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什麼 這個是一個最有可能的 一個什麼發展 從消極不支持 變成積極的反對 這是差很多的 對 這個在言語上 外交辭令上 其實差別是什麼 差別是非常大的 而且就算他們不簽 沒有簽第四公報 也許會有什麼 會有所謂領袖的聯合聲明 聯合聲明上面說 我反對台獨 這個對台灣來講 也是限說 也是傷害非常的大 對 好 對台灣來說 也不能說是傷害 除非你還硬要搞台獨 人家反台獨才會是傷害 否則某種程度 也是保障台灣 你們直接反相告台獨 就別亂搞了 剛剛老師講一個重點了 過去三份公報 都是美國有求於中國 拿台灣來當籌碼 儘管現在 外交部有告訴美國說 你們兩個人見面 不要再把台灣當籌碼 但美國會理你嗎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現在的狀況之下 誰會有求於誰 會是習近平有求於川普 還是川普有求於習近平呢 如果是川普有求於習近平的話 這第四公報 或者是聯合聲明裡面出現 反台獨 這樣字眼的機率 就會大大提升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剛才提到 如果真的中美簽署 第四公報的話 對於台灣勢必 將會更加的限縮 但是我們要來想想看 到底這兩國領導人見面了之後 誰比較可能佔上風呢 這個惠玲 要簽第四公報的前提就是 美國有求於中國大陸 而現在看起來 好像習近平 確實比川普來得強勢 沒有錯 沒有錯 其實最近的國際局勢 大家也可以發現 就是在北韓的這個問題上 基本上他們的國務卿Tielsen 都已經明白的表示 就是說軍事不會是一個 可以使用的選項 應該不可能會是一個選項 當然他不會講不可能 因為講不可能的話 就等於把美國的一些 作為給限縮住了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美國在北韓問題上 是沒有什麼太多條件 去使用軍事的選項 那麼沒有條件 去使用軍事的選項怎麼辦 他就只能繼續拉攏大陸 比如說這些一些 能源的禁運 一些經濟上的制裁 他必須仰賴大陸對他的配合 那麼基本上台灣 對大陸來講一直是大陸的軟樂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美中目前的這個形勢底下 的確大陸是比較具有教牌權的 但是我並不太擔心 第四公報的行程 誠如剛才老師所講的 這個會不會說 明白表示反對台獨 我覺得這都不是我們 非常關心的重點 因為我相信在台灣大多數的人 除了這些民進黨支持者以外 沒有人會真的很希望 要去推動台灣獨立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就算真的有個第四公報 然後明言說反對台獨 那也只不過就是限縮了 我們現在本來就不可能 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 有沒有第四公報不是重點 基本上之前也有前三項公報 對不對 那麼共產黨也一直在抗議 美國在817的公報上 比如說逐漸的減少 對台灣的軍購的這個部分 美國是一直沒有做到 因為他後來又用了一個台灣關係法來平衡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美國在手段上 在對台灣的關係裡面 開高走低是常態 除了剛才雷根不是一直譴責卡特嗎 說你怎麼可以跟大陸建交 跟台灣斷交嗎 還說要邀請台灣去參加他的就職典禮 最後有沒有成真 沒有成真 不但沒有成真 而且還在他的手上 成就了817公報 是在他手上簽訂 我們再看到Clinton Clinton的時候在執政的時候 他譴責說你在六四天安門事件 你是個北京屠夫 我要取消你這個貿易最惠國的待遇 最後有沒有取消 沒有取消 而且還很快的 就給他展延貿易最惠國的待遇 給更多優惠 給更多的優惠 我們再看到他的老婆Hillary 在歐巴馬執政的時候 不是有被維基解密揭露出來嗎 就是有一位叫做Paul Kane的這個人 他寫了一封mail給Hillary 他說 Save our economy Ditch Taiwan 意思就是為了我們的經濟 放棄台灣 結果因為這個1.14兆美元的債權 如果可以拿台灣來換的話 我們美國就可以免除這1.14兆美金的債權 結果Hillary怎麼回他 他說I saw it and thought it was so clever 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idea 好聰明 對 Let's discuss 我們來討論一下吧 這個不是不可以做的一個選項 所以基本上我並不是太擔心 到底有沒有第四公報的成形 基本上他只要 他只要在台灣關係法的部分 大家要知道 台灣關係法裡面並沒有名言 就是說美軍在台海危機的時候 有出兵保護台灣的義務 台灣關係法裡面 並沒有規定這一點 所以基本上 美國在兩岸關係裡面 向來很會操作槓桿 你也可以看到 這個川普要去跟習近平會面之前 他的這個國務卿 就開始放一些狠話 開始就是幫他製造這個槓桿的效應 如果之前幾任總統 對台灣這麼有好感的情況之下 都不得不為了美國人自己的利益 不要說出賣好了 就是犧牲了台灣 請問一下 委屈了台灣 對 在川普面對北韓這樣子 一個焦頭爛額的情境之下 他會不會願意有更多的讓步呢 就算沒有第四公報好了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處境 在兩岸的實力消長之下 其實也是越來越偉大 兩岸的實力消長之下 我剛剛說了 在今天十九大閉幕 丁哥 所以對大陸來說 現在是非常穩定的 馬上在25號 就會召開他們第一屆的 全國大會 習近平他的權力是達到巔峰的 尤其在政治局常委當中 七個人他拿下了四席 他是過半的 基本上是不會有問題的 是 在過去 在胡溫體制的時代 大陸一直走和諧社會的路線 因為他要沉淺 他要發展他的經濟 很多東西能夠和洩掉就算了 可是到習近平上來這五年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 他是要重新建立 其他個人的一個威望 然後大陸是要去不斷的 他要建立一個偉大鬥爭的 一個前景 所以他發展一帶一路 然後他發展了很多東西 然後打擊貪官 其實他大概打掉 五年之內打掉一百多萬 這是非常可怕的一個東西 一百甚至四萬 是啊 所以這是 這樣一個大鬥闊斧之後 現在十九大現在閉幕了 然後習近平思想寫入黨章 這個是代表他的歷史地位 至少是跟毛澤東跟鄧小平 是比肩的 甚至有人認為說 大概在中共史上只有習近平 就是他僅次於毛澤東了 他甚至比鄧小平的時代 掌握的權力還要強烈 然後在這種情況下 等於說一個團結的中共 去跟一個美國現在是有一個 奇奇怪怪的川普 卻在領導的情況下 是截然不同的 因為川普國內 反對他的勢力非常非常多 甚至他自己共和黨的同志 其實都看他不太算 對 都已經快要瘋掉了 然後他自己又看他自己的 國務卿很不尊嚴 然後還有人自己打臉 自己的國務卿提勒生說 不好意思 我已經告訴我那個提勒生 你不要再去幻想 跟那個小火箭人談判了 他不會跟你談的 那沒意義 我們應該做得有意義的事情 有哪一個總統會自己打臉 自己的國務卿 那你不是叫他滾蛋就好了嗎 你還留他在幹嘛呢 所以川普 在這麼一個混亂的領導之下 你在11月初就要去跟一個 剛剛團結完成的習近平談判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不自然 因為美國手上幾乎沒有任何籌碼 而且他去了最大的東西 就是他要求中國的合作 在北韓問題上合作 甚至在中東的問題上 都需要中國的合作 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還有什麼 能夠去要挾中國的 其實非常非常少 或是誘惑中國的 是 所以到最後就變成 尤其是以川普的個性 你要知道川普以前是 隨時可以出賣別人 用破產 用各種方式 只要他活得快樂就好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要出賣台灣 我覺得還真的 不是很稀奇的事情 真的 不稀奇 來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到底會不會簽第四公報 就算不簽的話 兩國領導人發一個聲明 其實對台灣來講 恐怕也未必有利 來 委員 您來做個結論 的確 簽第四公報這件事情是 過去這段時間談了很久 外界都在猜測 也在關心 當然公報它是某種程度上 在兩國之間 它具有約束性的一種文件 所以要簽當然沒那麼簡單 過去三個公報它簽的背景 都有它當時很特別的 一個時代背景 但是現在這一次的川席會 特別是對川普來講 還有中美關係來講 它還是會有一些突破性的 進展產生 比如說 未來這兩個國 未來50年這兩個大國 怎麼樣互動的一個關係 他們必定要談的 就是這也是 大陸非常在乎的 就是未來它跟美國之間 這個大國互動的框架是怎麼樣 關係應該怎麼樣來營造或者互動 這個兩國的關係當中 這是一道很多因素 當然北韓是一個 台灣問題當然也是其中之一 必然一定會談到的 就算你美國不提 北京也應該會提 要注意的是什麼 這個習近平在十九大談話裡面 對台的談話 感覺上好像很平穩 並沒有出乎意料 可是為什麼這樣 因為北京也很清楚 現在兩岸關係也不好 我只有透過什麼精美自台這個策略 才能對你台灣產生一些效果 所以這就變成說 川習會當中 到底北京在台灣這問題的態度上面 他會不會有一些大的轉變 我覺得是我們觀察的 即便不簽制約性的公報 但是這種態度的轉變 對台態度的轉變 還有川普怎麼樣回應 是一個重點 川普手中的台灣牌 也一定會打 怎麼打 是不是這一次用完 那也不一定 但是從過去 包括蔡英文去年那一通電話之後 你會發覺台灣牌在他手上 我隨時可以拿出來用 所以這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所以為什麼外交部在上禮拜 就一直不斷的發訊息出來說 不要把我們當籌碼 美國不要把我們當籌碼 公開發新聞稿 就是告訴美國說 不要把我們當籌碼 所以我們也知道 我們一直都知道自己是籌碼 對 不能出賣台灣的利益 我覺得滿難過的 這個其實也是已經 你看兩岸關係 李仲台上面關係 互動到經濟 變成是這樣子 大陸透過美國來告訴我們 然後我們被美國拿來跟 跟他跟中國的談判的一個條件 就算不是籌碼也是條件 過去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台灣哪裡當籌碼 台灣是人家 大家都想搶的東西 謝謝